大家好,欢迎来到老蔡的田园 今天老蔡会跟大家分享 桃米水有机液肥的多种制作方法 只要我们接鱼物 它的肥力就会更好 长期使用会令你的花旺苗状 桃米水是在每天生活中都能得到的 可是很多朋友都用错了桃米水 他们是直接使用新鲜 未经过发酵的桃米水浇花 短期内你可能会发现花盆发臭 植物被烧根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桃米水发酵过才能使用 但是桃米水在发酵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发臭 这就需要我们在里面接鱼物 就不会产生臭味 究竟里面接什么呢 现在我就来跟你分享多种物质的接法 首先呢我们要把每天洗出来的桃米水 装到一个容器里 我还是废物利用这里的饮料瓶 可能一次我们没法装满这个瓶子 但是呢我们每天把它收集下来就可以了 最好呢就是收集第一次洗的桃米水 因为它有比较高的浓度 第一物我要加的就是 橘子皮 橘子皮加进去之后 在发酵的过程中 它不但不会产生臭味 而且还会增加溶液的酸性 首先我们要把橘子皮剪碎 剪碎后就把它加进去 直接的分量呢也没有特别的规定 你准备了多少就全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再盖上盖子 这个瓶子还没有装满 日后我还会把它装到八分满的 然后把它放到窗前有光照的地方 那我要来尝试另外两种不同的制作方法 先把这瓶子装到八分满 其中一瓶呢我打算用 以前制作的橘子浇素来帮助发酵 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制作的那个 橘子皮有机药肥的视频呢 可以点开右上角的链接看看 最后要晃动几下让它均匀 如果你没有橘子浇素的话 也可以用酵母粉代替 就好像我制一瓶那样 就是用一小勺的酵母粉 放到里面 然后晃动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简单 这就是刚才制作的两瓶不同的 桃米水叶肥 左边的那瓶呢是接入了橘子浇素 所以不担心它会发臭 但是右边这一瓶呢 直接入了酵母粉 避免它会发臭呢 我最后还是决定 接入这个橘子皮 晃动均匀之后呢 我们还要把它排气 就是把瓶子里的2%的空气排出去 这样呢就避免 以后它发酵的过程中 出现的气体呢会胀破这个瓶子 这三瓶呢都是12月22号制作的 今天是1月3号 刚过了12天 我们来看看 好像产生的气体也不多 看的瓶子还是有点扁 估计它发酵的温度还不够 可能是冬天我放在室内 光照不是很充足 接上温度也不高 如果在夏天呢 可能会快点 我们还要定期的晃动一下它 帮助它发酵 我还打开来闻一下 是挺香的 很浓的橘子皮味 一点也不臭 看到这些是什么吗 这就是我之前留下的咖啡渣 我们用它来制作桃米水有机育肥 先装两小勺的咖啡渣 然后加入桃米水 这样就可以做有机肥了 当然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才能用的 另一种的制作方法呢 就是加这个香蕉皮 香蕉皮 之前我也有个视频教大家怎样来做 有机肥 还没看过的朋友呢 可以点开 右上角的链接看看 减碎后的香蕉皮呢 加到里面 然后就用桃米水 一起加入 就是代替用清水 这样它们的肥力会更高 因为它们含有更丰富的微生物 这就是刚完成的两瓶叶肥 左边呢就是咖啡渣桃米水叶肥 右边呢就是香蕉皮桃米水叶肥 最后一种我要尝试的就是加这个白糖 我想对比一下跟之前那个橘子酵素 还有酵母粉制作的有什么区别 到最后我还会跟大家来总结的 这六种就是我一直以来制作的 桃米水有机叶肥 我尝试了只用橘子皮 还有第二种的酵母粉 第三种就是橘子酵素 第四种就是咖啡渣的 第五种是香蕉皮 最后一种呢就是加糖 当然那些物质没有香味的 我就加入那个橘子皮 因为避免它会发臭 右边那三瓶呢已经发酵了四周 而左边那三瓶呢只发酵了两周 如果从瓶子的膨胀程度来判断 它们的发酵速度快慢的话 我觉得那个结糖的 比其他几种好像快一点 有朋友会问 那么究竟发酵到什么程度就算发酵好了呢 一般呢我们是从它的颜色来判断 如果只是放这个桃米水的话 它的水从原来的白色变成了黄色 那算发酵好了 而我制作的这六瓶有机叶肥呢 在里面都接入了不同的物质 所以呢看颜色方面就难以判断了 我就让它发酵最少一个月才拿来用 我听说桃米水发酵后一般是虫微酸性的 那么究竟我自己瓶又是怎么样呢 现在呢我就用买来的柿子 跟大家来测试一下 我每一瓶呢倒出一点液体 然后用柿子占些液体 它的颜色跟这个5的颜色最接近 再来看另一瓶也是一样 一般ph值低于7的话 它就是橙酸性 一对比呢都看出来了都是橙酸性的 所以呢我们用它来浇花的时候 一定要浇那些喜酸性的花木 例如杜鹃 米兰 茉莉 兰花等等 浇花之前呢记得要跟水稀释 我一般就是使用3份的桃米水 加入7份的清水 搅拌均匀后再进行浇灌 一般呢一周浇灌一次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给我点赞转发和订阅 谢谢你的收看